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其中的一个 她的母亲是中国艺人黄嘉谦 父亲是外国艺人夏克利 其实夏天有机会出现在综艺里 与她的母亲黄嘉谦有着很大的关系 黄嘉谦自幼受到母亲启蒙 三岁便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打下了扎实的演奏基础 她的母亲希望她将来能成为一个钢琴教师 但黄嘉谦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她不想什么都听从母亲的安排 于是中途她放弃了学习钢琴 在一家民歌餐厅自弹自唱 一次偶然的机会 黄嘉谦有幸受邀担任赵船演唱会的和音 由此与赵船结缘 赵船指导她 提拔她 帮她出音乐专辑 使黄嘉谦得以进入歌坛 与赵船的偶遇 改变了黄嘉谦的人生以及事业发展之路 此后黄嘉谦就拜赵船为师父 黄嘉谦在赵船的帮助下出道之后 并没有给自己设限 她不断丰富自己 既当歌手 又当演员 主持人 获得了颇高的人气以及知名度 2005年 黄嘉谦在电视连续剧《爱曼扭要怎样》 演出期间 与同剧组的外籍艺人夏克利相恋了 自称是外贸协会成员的黄嘉谦 偏爱书生型帅哥 一开始与夏克利见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起初以为夏克利是同志 甚至还很直白地问她 究竟是不是同性恋 甚至与夏克利争执了半个小时 最后夏克利受不了性取向遭到质疑 鼓起勇气把黄嘉谦约了出来 两人吃过几次饭后 黄嘉谦发觉对方很健谈 有剩意头脑 才华洋溢 两人很有话聊 周遭朋友也都给予祝福 她的经纪人葛洪福还举双手赞成 两人很快地坠入情网 黄嘉谦说夏克利 细心体贴 经常嘘寒问暖 天冷时要她多加件衣服 还嫌她太瘦 要她吃胖些 更建议工作满档的她 要懂得生活乐趣 让黄嘉谦觉得备受宠爱 虽然黄嘉谦知名度大过夏克利 但黄嘉谦认为 对方心态健康 对自己也很有自信 她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她要的是可以依靠的肩膀 夏克利家住加拿大蒙特楼 爸爸是船公司的主管 妈妈是专业护士 家中有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在夏克利眼中 爸妈都是本事很大的人 爸爸任职于船公司 对于木工与造船业 涉猎相当深 所以每当谈及爸爸 夏克利都会炫耀地说 我爸爸超厉害 我们在湖边的家就是她盖的 连我划的船都是她坐的 据媒体报道 2006年的时候 黄嘉谦和夏克利举行了婚礼 并在婚礼时购入 位于南港的温哥华花园豪宅 两人宣布婚讯后 当地媒体对两人做了一个专访 对于夏克利为何远都重洋来台 还准备要当台湾女婿 夏克利笑着回答 其实我本来是来加拿大工作 而且学的是节目设计 不过有一年 我到法国实习 跟两个来自台湾的室友住在一起 开始对中国台湾有了认识 96年夏天决定拜访中国台湾 就这样留下来 现在一年至少在台湾待上六个月 比在加拿大的时间还多 被问起情史 夏克利并不会言 他坦诚地向媒体表示 我真正认定的女友有五个 初恋情人则是14岁时 在美国缅因州认识的 我还记得他叫欧斯嘉 但这段恋情短短两周就没了 而且夏克利透露 五个女友当中 除了黄嘉谦 还有一个日本女孩 足见夏克利对东方女孩的偏爱 其中夏克利对黄嘉谦情根深重 在采访中不断地夸赞黄嘉谦 她的优点是很聪明很有趣 我们都对电视表演有莫名的狂热 她的表演超有趣 2009年7月8日 黄嘉谦对外宣布怀孕五个月 2009年12月2日产下一女 中文名为夏天 小明 Papi 婚后的黄嘉谦出演音乐剧 拍电影 生活忙碌 但却十分充实 2015年 黄嘉谦的老公夏克利 带女儿夏天 参加内地热播亲子真人秀节目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因夏天活泼可爱 又体贴有礼 深获观众喜爱 还被誉为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夫妻俩的教育方针 备受肯定 在网络疯传 一家三口 在内地的知名度 也是越来越高 拥有美满家庭的黄嘉谦 是众多女星羡慕的焦点 但是在2017年 她在一档节目里自爆 求学时曾遭到同学报答的惨痛经验 让她就此卸下笑花光环 乐当女丑自爆 黄嘉谦声泪俱下 自爆成为女丑的原因 当年求学时期 她是笑花 很受男生欢迎 但也因为长得太美 成了女同学的头号敌人 她缓缓道出这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几个大姐头学姐 把我带到一个楼梯间 面目猙獰地咆哮我 问我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她们重甩我五巴掌 最后一下 还往我肚子踹了一脚 我怕得要命 只能乖乖地拔下眼镜挨揍 这件事重重地打击了 黄嘉谦的心灵 也让她顿悟 不想因为美貌 受人记恨 所以她出道后 开始搞笑自愚于人 甘愿从笑花降为丑绝 她将面临的所有压力 都化为前进的动力 随后风光地夺下 金钟引后的殊荣 让所有曾经瞧不起她的人 都开始刮目相看 当主持人问她对婚姻的底线是什么 她透露 以前绝对不能接受老公出轨 但现在她用过来人的心情 深吸一口气表示 现在对于我来讲 我老公不管有任何缺点 或发生任何状况 我都会全然接受 因为她是我选的老公 只是看你用什么方式 让这些事情过去 修复跟老公之间的关系 对我来说很重要 言谈间不难看出 她对老公夏克利的绝对信任 2018年5月8日 夏克利无预警贴出房屋公告 希望能寻觅有缘人 一家三口准备搬到内地定居的消息 不禁而走 消息曝光后 夏克利立刻删除贴文 留给外界许多联想空间 据悉 夏克利将温哥华花园豪宅 形容为给我们夫妻二人 很多好运气的房子 并透露房子约92平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 欢迎正准备买房的人参考 还附上内部陈设平面图 据报道 这是夏克利和老婆黄嘉谦 结婚时买下 当时要价2000万元 为了杀价 还找林美赵 张本渝 杨契等好友一起买 但事后黄嘉谦对外否认此事 外界也纷纷猜测 这回若顺利卖出 获利至少千万 同年黄嘉谦在接受采访时 回应 为何和夏克利结婚12年 却只生了夏天这一个女儿 黄嘉谦称 其实多年前曾成功怀孕 最终小产没能保住孩子 因为已是高龄 所以很难再受孕 谈及此事时 她感慨 好可惜 对不对 就是生不出来啊 不过黄嘉谦表示 仍对生子一事抱有期待 谈到女儿夏天 母女俩现在更像是闺蜜 黄嘉谦在功课方面 对夏天要求严厉 夏天很贴心 还没有讨价还价过 夏克利曾透露 夏天刚出生时 皮肤幽黑 让她一度怀疑 女儿不是我的 好在女儿出生满约后 肤色开始变白 她才不再怀疑 如今夏天肤色 这么白 这么可爱 她可是再也不会怀疑了 夏克利曾直言 并不认为 女儿富养 儿子穷养 会让夏天 培养一起做饭 一起做家务的生活习惯 用童话里 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故事 来教育夏天 多做家务 夫妻二人 在今年三月初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被问及夫妻俩会为哪些问题发生争执 黄嘉谦苦笑道 大家吵什么 我们就吵什么呀 在她看来 虽然夫妻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争执 但她认为 沟通是为了让婚姻保鲜的密集 受访时 黄嘉谦回忆 自己出到加拿大时 想保持台湾好媳妇的形象 而早起下厨 但不料公公比她还抢先一步 对方在做完早餐之后 还上楼腔门 叫他们就餐 让她直呼 好感人 她还分享 公婆知道她的英文不那么流利 因此总是贴心地放慢语速 让她在异乡也能融入大家的话题 而感到很温暖 夏克力去年在加拿大工作 而无法回到台湾 黄嘉谦一个人带着孩子 只好把工作减量 至少推掉两部舞台剧 和两部戏剧邀约 原要演出的电影也延拍 估计损失三四百万台币的收入 期间 黄嘉谦带着当时才十岁的女儿 夏天 学习了大学里的服装设计课程 而且在女儿的课余时间 也一直陪伴 她说 我不希望她长大后 为小时候缺少父母陪伴 没有足够的爱 有任何缺憾 黄嘉谦曾坦言 独自带孩子不容易 还感叹道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家庭主妇 好像同时当演员 导演 编剧 一部片子 一个人完成 没有人帮忙 真的很辛苦 不过令她宽心的是 夏天贴心 经常会主动帮她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事 而且母女俩 每天早晚都会跟夏克利 视讯 也期盼着疫情赶快结束 家人能够团聚 最后祝福这一家人 能够一直和和美美 幸福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